这期继续讲农民第91篇 老鹤头相信人未才死 鸟未食亡这句古话 但是如果因为才而缺胳膊断腿 甚至丢了命 他认为不值得 所以看到那些拎着砍刀气势汹汹的人后 他马上下达了最高指示 孩子们 给我撤 刚刚赶过来的年轻人 早就做好了和敌人死战的准备 没想到天黑前还一腔热血 让大家誓死保卫家园的老鹤头 竟然让他们撤 贺老伯 这还没打呢 为什么要撤 现在撤了 我们的家园就保不住了 一个拎着铁鲜的年轻人 冲老鹤头喊道 其他人也用不甘心的眼神 看着老鹤头 我认你妈的 让你撤你就撤 费什么话 快跑 老鹤头骂人的功夫 身子已经窜出去了四五米 其他人一看 元帅都跑了 快跑吧 于是呼拉拉拳开始跑路 贺雨几步追上老爸 一憨腰将他背起来 别看老爸现在跑得挺快 可是毕竟年纪大了 又拖着条甲腿 没有长进 一会儿准得掉队 贺雨一边跑一边问道 爸 你不是说过 降云村就是我们的阵地吗 现在我们不战而逃 可是逃兵啊 老鹤头使劲搂住儿子的脖子 嘴里大声骂道 你小子懂个屁 这不叫逃跑 这叫战略转移 毛主席他老家的说的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也叫敌进我退 阵地丢了 还可以再躲回来 命没了 就一切都完了 老伯 我们如果坚持不下去 我的儿子 以后会戳我的几辆骨啊 房子车子都没了 另一个年轻人 一边跑一边吼 房子丢了 儿子会戳你的几辆骨 可是也得留着几辆骨 让你为了儿子戳才行啊 都他妈别吼了 快点跑 小心跑叉气 老鹤头吼道 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只是抬着头一个劲地朝前死命跑 那些黑衣人 已经朝他们追过来了 别看老鹤头之前 把话说得慷慨激昂 他那时在给大家打气 自己的财产当然要保护 可是也得要看付出什么代价 这可不是在两军阵前 双方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搏命 老鹤头可不是不分轻重 只知道拼命的二杆子 老鹤头粗略地看一下就知道对方大约得有二百多人 虽然在人数上自己这一方占优势 可是对方手中的武器可是明晃晃的大砍刀 乱战一起 自己这些子职们就算能打退他们 肯定也会有人缺胳膊断腿成为残废 甚至会丢掉性命 那就太不值了 那些黑衣人都是左力手下的打手和辉煌建筑公司的工人 他们本来也以为今天晚上会有一场血战的 没想到祥云村的这些死硬分子竟然还没和自己照面 就逃之夭夭了 于是他们更来劲了 大声吼叫 祥云村的泥腿子们 有种别跑啊 你们不是都挺能的吗 干嘛要跑啊 胆小鬼 过来老子一刀劈了你 哈哈哈哈 泥腿子就是泥腿子 看看刀子就吓得屁滚尿流了 这些人的叫骂声 传到祥云村年轻人的耳朵中 把他们气得呼呼直喘粗气 一个家伙大声吼到大家别跑了 跟我杀回去 砸死这些狗日的 许多人马上停下了脚步 可是就在此时 老鹤头却大声冲他们吼道 都给我快跑 妈的 今天晚上谁要是不听我的 明天我就将他踢出祥云村 放心 今天晚上 他们抢不去我们的阵地 我们还会杀回来的 大家听了老鹤头的话 虽然心中疑惑 但最终还是听了老鹤头的话 接着往前跑起来 后面追赶他们的人 看到祥云村的人已经离开后 便放弃了追赶 他们刚才也看清了 对方的人数比他们还多 要不是他们被自己一方摆出的阵势吓跑了 如果真打起来 还不一定谁能打赢 弄不好自己一方也得死伤惨重 一个领头的 看着老鹤头等人逃跑的背影 让大家停下了追赶的脚步 然后摸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喂 利哥 事情搞定 让第二梯队进场吧 他的电话正是打给左利的 左利接到手下的电话后 顿时就愣了 他早就打听清楚了 留守在祥云村旧纸上的人都是青壮年 都是能打的主 所以 为了能让这次行动顺利完成 他做了许多的准备 挑选出来的人不但都是绑大腰圆的标形大汉 而且基本全都有丰富的打架经验 另外 他还给他们全部配备了大砍刀 刀乃兵中之王 这东西不但用起来顺手 而且威慑力绝对比其他冷兵器强悍得多 左利还让小弟在医院事先定下了50多个床位 并且安排了第二梯队 第二梯队全部是机械化部队 推土机 装载机 挖掘机 大汽车应有尽有 按照左利的计划 第一梯队将祥云村的人赶跑以后 第二梯队马上跟进 立刻展开拆除工作 把祥云村搭建的帐篷 还有刚刚砌起来的砖墙全部破坏掉 左利本来以为这会是一场血战 苦战 甚至会死人 却没想到竟然是这种结局 祥云村的人雷声大雨点小 还没等仗打起来就脚底抹油 溜了 左利片刻愣神之后 马上欣喜若狂地 给第二梯队的领队打电话 让他们立刻开赴祥云村的旧址 将祥云村那帮家伙 留在那里的一切都破坏掉 狗日的 你腿子就是你腿子 都是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 老子只是亮亮阵 就把他们吓尿了 哈哈 左利打完电话后 不禁哈哈大笑道 第二梯队就停在离祥云村 旧址不远的地方 接到左利的电话后 没用十分钟便开到了现场 一辆辆挖掘机 将大爪子高高扬起来 然后将一个个帐篷拍得稀烂 而那些推土机 则将那些刚刚砌起来的 断壁残垣 全部推倒 然后将那些碎砖烂瓦 装进大卡车 拉走老鹤头等人 见那些黑衣人不再追赶之后 便也停下了脚步 远远地看着祥云村 由于第二梯队的机器 全都亮着雪亮的灯光 所以他们能将祥云村 正在发生的一切都看在眼中 贺老伯 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 看着他们 把我们的帐篷砸烂吗 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 将我们刚刚垒起来的房子 推倒吗 就是 贺老伯 我们太窝囊了 根本不像个爷们 贺老伯 你不是说我们还要杀回去吗 什么时候杀回去 众人七嘴八舌地问老鹤头 老鹤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说道 放心 我说我们能杀回去 就能杀回去 老鹤头一边说 一边取出手机 开始打电话 他的电话 正是打给赵长强的 原来 赵长强弄清楚 他爷爷当年的死因 为他爷爷报仇血恨之后 原本想离开宁海市的 可是却接到宁海市组织部长 于殷沁的电话 于部长让他 先不要离开宁海市 组织部正在考虑 对他的新任命 于是 赵长强便留了下来 因为赵长强是在祥云村的事情上跌倒的 并且通过之前的工作 他也和许多祥云村的老街坊有了感情 所以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关注着祥云村的城改工程 当他得知杨立伟全盘否定了自己之前和乡亲们签订的合同后 马上为祥云村的老街坊感到纷纷不平 虽然现在负责这件事的是杨立伟副县长 他无法直接插手这件事 但是他还是联系到了老鹤头 告诉他如果祥云村需要他赵长强帮忙 就给他打电话 他的电话24小时开机 老鹤头一直没忘记赵长强告诉他的这句话 所以现在他打算麻烦赵长强了 电话很快接通 老鹤头马上将现在他们面临的处境告诉了赵长强 并且特别强调了对方都带着刀 赵长强打架的本事 老鹤头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想当初在祥云村他一个人可是就摆平了三十多个标形大汉 最重要的是他知道赵长强手中有枪 只要他能来帮忙将枪亮出来 绝对能震慑对方 到时候自己再带人冲上去 绝对能搞定对方那些人 赵长强听说辉煌建筑公司竟然敢对祥云村的老街放动刀子 立刻气得火壮顶梁 很快联系到了赵玉山和洪亚伦 让他们马上集合独龙会的兄弟 赶往祥云村 留在宁海市独龙会兄弟总共有一百多人 这些人可不是左力手下的那种乌合之众 全都是独龙会的精英小弟 他们接到赵玉山和洪亚伦的命令的时候 虽然都在睡觉 但还是在五分钟之内就集合了起来 然后由赵长强率领 分成二十多辆汽车浩浩荡荡地杀向祥云村驻地 独龙会的驻地 星河灿烂大酒店就设立在青云县 所以不用十分钟 车队就赶到了祥云村就职 当老鹤头和他手下的一帮人 看到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 长长的车队时 不禁都看呆了 只见一眼看不到头的车队呼啸而来 每一辆车都亮着大灯 打着双闪 好像横跟在夜空下的一道流动的星河 赵长强并没有和老鹤头碰头 而是直接将车队开进了祥云村的旧址 二十多辆车依次停下 众人纷纷下车 夜空下顿时响起一阵 砰砰砰的关车门声 这些人在赵长强的命令下 下车后二话不说 就扑向了辉煌建筑公司的人 双方顿时展开了一场激战 辉煌建筑公司的二百多人 完全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独龙会 众人搞懵了 每个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说不出话来 我靠 这种镜头只有在电影电视中才会出现吧 怎么被他们遇到了 说好的祥云村老百姓 都是胆小鬼软柿子的 怎么忽然都变成猛虎了 直到独龙会的兄弟朝他们扑过去 这些人才明白过来 人家不管是不是祥云村的泥腿子 都是来找自己拼命的 那就开片吧 双方迅速混战到一起 别看辉煌建筑公司的人多 也算是辉煌建筑公司的精英 但是论打架 他们和独龙会的这些兄弟根本没有可比性 刚一个照面 独龙会的兄弟就将对方手中的砍刀 抢到了自己的手中 然后奔着对方就砍了过去 由于照长枪事先有了安排 所以这些兄弟没有下死手 而是调转刀身 或者用刀背砍向对方皮糙肉厚的屁股担子和大腿 或者砍向肌肉发达的后背和肩膀 更有的兄弟将刀身横过来 当苍蝇拍子用 一刀一刀地拍向对方的小脸蛋 一刀下去就是一道通红的血印 满嘴流血还得带着一嘴大槽牙 雨夜灯光中 一道道荧光在空中不断挥舞 惨叫声 刀面拍在脸上的啪啪翠响声 刀锋撞击的叮当声 一时间响成一片 祥云村的一帮小伙子早就跑到了战场边上 看着打成一团的两帮人马都看呆了 谁都没想到 他们的新主任老鹤头竟然这腰牛叉 一个电话竟然喊来这么多人 而且各顶各的都是高手 由他们对付辉煌建筑公司的这些流氓 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 小菜一叠 贺雨张大了嘴巴问老爹 爸 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其实老鹤头也傻眼了 他只想着能将赵长枪喊来 给他们帮帮忙 毕竟赵长枪是高手 有他在 自己的这些子职和对方干起来的时候 绝不会吃大亏 并且赵长枪手中有枪 那可是大杀器 必要时候能将所有人都镇住 没想到赵长枪不出手 则已 出手就是大动作 竟然一下子拉来了一百多人 他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昔日的青云县副县长了 贺雨问话后 没听到老爹的回答 于是又问了一遍 这回老鹤头听见了 他眨眨一双金光四射的眼睛 巴搭巴搭嘴说道是赵副县长的人 我的天 他怎么能一下子弄这么多人来 所有人都吓一跳 赵长枪他们可不陌生 前段时间 赵长枪负责祥云村改造工程的时候 可是吃住都在祥云村的 不过在这些小子心中 赵长枪就是一个身手不错 亲民爱民的年轻副县长 没想到这位副县长 竟然还有如此飙 汗得一面 片刻的愣神之后 这些人的热血也被点燃了 吼叫着就要冲上去 然而还没等他们跑出几步 耳边就传来老鹤头的爆鹤声 都他妈给我站住 就在这里观站 谁也不要往前冲 老伯 人家是来帮我们的 我们却在这里看热闹 这也太不仗义了吧 有人质疑老鹤头的话 放你娘的狗屁 你们上去只能添乱 会把事情越弄越糟 都给我听话 老老实实呆着 老鹤头不客气地吼道 老鹤头有眼光 他已经看出来了 现场虽然打得热闹 但是并没有人受重伤 更没有人死亡 他明白赵长枪的意思了 赵长枪只是想把对方赶跑 控制局面 并没想将事情闹大 赵长枪带来的人都是高手 完全有能力 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 将对方打跑 可是自己手下这帮小宅子上去 很可能就会变成一场血拼 说不定就得有人受重伤 所以 他严禁手下的人上去帮到忙 老鹤头的判断完全正确 辉煌建筑公司一帮人 被砍得哭爹喊娘 没坚持到三分钟 就开狼狈逃窜 连机器也顾不上药了 独龙会的兄弟 不用五分钟便解决了战斗 一百多名兄弟连个掉根汗毛的都没有 战斗结束后 赵长枪迈步走到几个正拿着摄像机拍摄的小弟面前问道 都搞定了吗 放心吧 枪歌 全搞定了 绝对有大片的感觉 这要卖给影视公司 绝对卖个大价钱 水鸭子兴奋地冲赵长枪说道 卖你个大头鬼 赵长枪轻轻地一巴掌拍在水鸭子的脑袋上 曹 真他妈没劲 都是一些窝箱废 就这水瓶还想出来砍人 丢人现眼啊 赵玉山手中拎着把抢来的砍刀 晃晃悠悠来到赵长枪面前 嘴里还直嘟嚷 赵长枪撇了撇嘴 心说 就你这混蛋连日石牛都能摔几个跟头 他们若能是你的对手才怪了 这时 洪亚伦也走了过来 手中的片刀早扔了 问道 枪哥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你和玉山哥带着兄弟们先回去 我和老鹤头交代点事 赵长枪看着已经朝他们走来的老鹤头等人对洪亚伦 说道 洪亚伦和赵玉山答应一声 招呼弟兄们钻进了车里 然后快速地消失在茫茫的雨夜之中 独龙会的兄弟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用半分钟 一片狼藉的战场上就只剩下了赵长枪和老鹤头带领的一帮人 老鹤头抓住赵长枪的手 不断摇晃 感激地说道 赵副县长 今天晚上真是多亏你了 不然我们的阵地就夺不回来了 赵长枪有些好笑 这老头将眼下的局面当成一场战争了 不过他也佩服老鹤头处置妥当 在他到来之前 没有让祥云村的这些小伙子和对方火拼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就算他带着兄弟们来得再快 此时现场也可能已经血流成河了 老伯 啥也别说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还是报警吧 让人把车折印清理一下 警察来了就说 那些人是被你们打跑的 赵长枪笑着说道 他的身上连个泥点都没有 好像刚才那一场大战 他根本没参加一样 老鹤头马上明白了赵长枪的意思 赵长枪 这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手中的这股力量 于是马山吩咐手下的人忙碌起来 而他自己则亲自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打完电话后 还让手下人都在身上弄上了一身泥 好像刚刚参加了一场混战一样 由于事情发生在凌晨 警察还在家里睡大觉呢 所以来得并不快 直到东方泛起雨堵白 几辆警车才冥想着警笛赶到了现场 带队的正是刑警队长李叶 当李叶看到现场的一片狼藉后 心中大为震惊 昨天晚上的事情 左利已经向他打了招呼 为的就是让他拖延出警速度 他本来以为凭借左利的能力 一定能轻松搞定祥云村这帮泥腿子的 没想到事情最后竟然成了这种样子 一 由于车车早已经被处理过 又下了半夜的雨 所以李叶根本不知道 独龙会参与其中的事情 让他疑惑的是 祥云村的这帮人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打了 而赵长枪为什么又掺和了进来 这种因为拆迁而闹出的斗殴事件 并不显见 警方也难以处理 再加上李叶本身就是站在左利一边的 所以他让手下调集了一些现场证据 装模作样地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又给老鹤头和几个祥云村的小伙子做了笔录 最后安慰一番老鹤头等人之后 便带队离开了 在回警局的路上 李叶拨打了左利的电话 利哥 你怎么搞的 事情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你的手下也太熊包 了吧 被几个泥腿子就给收拾了 左利早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正在上火呢 听了李叶的话 马上气愤地说道 李对 你有没有搞错 昨天晚上祥云村的人 根本就没动手 动手的是另一伙人 各顶格都是高手 一个打十个都不成问题 我操他妈的 祥云村的泥腿子 什么时候结识这么厉害的人物了 咱清云县地皮上 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股势力 老子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M 李叶的眉头 马上凝重了起来 他忽然想到了 刚才出现在现场的赵长枪 难道左利口中提到的那些人 是赵长枪的人 这个赵长枪 可是够神秘的呀 竟然不声不响的 就能一下子 整出这么多人 虽然李叶相信左利的话 可是他手中 根本就没有赵长枪 带人参与斗殴的证据 就算他有证据 也没有理由抓捕赵长枪 因为严格说来 赵长枪的人 应该算是见义勇为 这是如果叫起真来 吃亏的绝对是左利利哥 赵长枪掺和禁这事情重了 你一定要小心 最好不要搞昨天晚上这种事情了 从你说的情况看 你的人 根本搞不定赵长枪的人 别忘了 就连左少卿 都栽在了赵长枪的手中 左利说完后 挂断了电话 电话那头 左利一把 将手机摔得粉碎 咬牙切齿地说道 赵长枪 我左利和你势不两立 然而 左利只有空发狠的份 却拿赵长枪 一点办法都没有 并且他 再也不敢对 祥云村的人动粗了 软的不行 硬的也不行 杨立伟和辉煌建筑公司 彻底没招了 而祥云村的老百姓 则士气大长 将辉煌建筑公司的机械设备扣压下来 然后把老婆孩子全都喊了回来 老鹤头充当总指挥 开始自筹 自建祥云村回千楼 彻底把工作组和辉煌建筑公司给架空了 五天照带着一帮小厂长 来想要回到他们在祥云村的旧址 结果被老鹤头带着手下的年轻人 直接给赶跑了 老鹤头赶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他们已经拿了政府的钱 祥云村已经没了他们的地方了 老鹤头让他们去和杨立伟的工作组要房子 祥云村的承改工程彻底乱了套 祥云村承改工程一烂包 彻底无法进行下去 杨立伟和左立都被弄得焦头烂额 不但杨立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就连青云县委县政府也面临了巨大的压力 现在不但已经有媒体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而且宁海市委也曾经就此事问过孙光亮 孙光亮没办法 只能敦促杨立伟快点想办法解决问题 让工程进行下去 并且向杨立伟发出了警告 如果他还不能解决这件事事情 县委将把它换掉 杨立伟从来就没想想到 这些泥腿子竟然如此难缠 他被逼到了绝路上 这家伙见左立的流氓行径无法奏效之后 在心中发了狠 在征得县长黄公伟的同意后 他开始联系公安、城管、规划、国土资源等各部门 试图组成联合执法大队 将祥云村的老百姓强行驱离 然而 就在杨立伟紧锣密鼓的准备时 消息却传到了赵长枪的耳朵里 赵长枪马上意识到 老鹤头等人可能要扛不住了 联合执法大队的行动是官方行动 不是左立的流氓行径 虽然他们干的事和左立手下相同的事情 但是即便执法现场发生流血事件 赵长枪也不能带着独龙会的兄弟横加干涉 赵长枪意识到情况不妙后 第一时间便找到了杨立伟的办公室 祥云村城改项目组的一名工作人员 试图阻止赵长枪 结果被赵长枪随手一扒拉 就扒拉了一个赤鞠 这家伙刚想冲赵长枪发火 却看到赵长枪冲他一瞪眼 于是他马上把冒上来的火就压了下去 项目组的其他人 看到赵长枪如此蛮横不讲理 吓得谁也不敢吱声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赵长枪 推开杨立伟办公室的门 迈步走了进去 杨立伟心中恨透了赵长枪 他已经知道 祥云村的泥腿子之所以能挺到现在 就是因为赵长枪在其中瞎掺和的缘故 所以看到赵长枪后 面色马上阴沉了下来 说道 赵长枪 你能不能有点素质啊 你现在虽然不是副县长了 但是好歹级别还在吧 能不能不要像个无赖一样 这里是项目组的办公室 我是青云县的副县长 你怎么能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闯进来了 赵长枪一屁股坐在杨立伟对面的沙发上 翘起二郎腿点燃一支烟 悠悠地吐出一个烟圈 然后才说道 杨副县长 你少和我打这些官枪 我赵长枪不吃这一套 既然别人都叫我一声土匪县长 那我就当一回土匪又如何 杨立伟一阵头大 赵长枪这样的人 谁都拿他没办法 你和他来硬的 他比你还硬 黑的白的随你挑 你都整不过他 你若和他讲法律 还真找不到赵长枪有什么违法的地方 虽然他干出的事 能让人恨得牙根发痒 就说 现在闯杨立伟的办公室这件事吧 能把杨立伟气死 但是真要上法庭 华国好像还没有哪条法律规定 老百姓不能进入领导的办公室 何况赵长枪还不是普通老百姓 杨立伟不耐烦地 冲赵长枪摆摆手说道 得了 得了 我懒得和你这种人计较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就快点说吧 我忙得很 还要工作呢 赵长枪冷冷一笑说道 呵呵 想不到杨副县长 还是个大忙人啊 好吧 我也不废话 就直话直说了 杨立伟 我听说你要联合公安 城管等部门 组成联合小组 强行将祥云村的乡亲们驱离 杨立伟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赵长枪竟然是位置事来的 看来赵长枪是想将这件事情管到底了 是又怎么样 那些人名玩不灵 一心想着利用城改的机会向政府伸手要钱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现在他们敢强行阻挠工作组的工作 我只能对他们实行强制执法了 杨立伟想了一下说道 杨立伟 当初我和那些老街坊签订那份合同时 可是经过多方论证的 现在他们只不过是想要拿到属于他们的那一份钱而已 你说他们是在伸手和国家要钱 这好像有些颠倒是非了吧 还有 现在我虽然不再负责祥云村城改工程 但是当初我可是代表政府和祥云村签订的拆迁环件合同 现在你负责这个项目 代表的也是政府 可是你却毫无理由地废除那份合同 这是什么道理 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赵长强眼睛盯着杨立伟声色俱利地问道 赵长强 事实已经证明你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不然你也不会被从副县长的位子上赶下来 既然你已经犯了错误 那份合同自然也就失去了法律效力 并且 工作组要和祥云村的老百姓签订新合同 也是得到孙书记支持的 赵长强 我再强调一遍 你现在已经不是工作组的工作人员 我如何操作这件事情 和你没有丝毫的关系 也轮不到你来管 好了 你走吧 我不想再和你多费口舌 杨立伟壮着胆子说完这些话 便不再搭理赵长强 只是自顾自地趴在桌子上看文件 一副你爱走不走的模样 这家伙以为赵长强被晒一会儿 就会自己无趣地离开的 没想到他的话刚说完 却见赵长强忽然一步迈到他的大班桌前 猛然抬脚 瞬间一个大力下批 咔嚓一声 便杨立伟的实木大班桌给批成了两半 桌子上的水杯 文件撒了一地 办公室外面的工作人员听到动静 都透过窗户 探头探脑地朝里看 却没有一个敢说话的 只是在心里暗想 当日的土匪县长 果然名不虚传啊 杨立伟条件反射般 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冲赵长强愤怒地吼道 赵长强 你想干什么 你这是在威胁国家干部 我要报警 将你带到警察局 赵长强不在乎地 嘿嘿一笑说道 嘿嘿 杨副县长 你别诬陷我 我什么时候威胁过你 我有说过威胁你的话吗 我手中有武器吗 我逼你做什么事情了吗 我只不过是来给你提了个建议 然后不小心破坏了一点公共财物而已 你放心 破坏的公共财物 我会照价赔偿的 赵长强说着话 直接将厚厚一打钱 拍在了旁边的另一张桌子上 说道 这是一万块 够不够 看到杨立伟气得呼呼直喘不说话 赵长强接着说道 看样子是够了 好吧 那我可以离开了吧 离开之前 我还是要劝你一句话 你最好还是取消你的计划 好好地和祥云村的乡亲们谈一谈 别以为祥云村开发起来后 我不知道会产生多少利润 给老百姓分一杯美 死不了人 可是你如果真的要想将他们从现在的土地上驱离 说不定就会引发流血事件 到时候 你吃不了兜着走 赵长强说完后 不再停留 举步离开了杨立伟的办公室外面 几个女工作人员 看着赵长强潇洒的身影 兴奋的双眼直冒猩猩 心中暗叹 有钱 就是任性啊 杨立伟几乎要吐血 赵长强简直就是 他的客星 刚来青云县的时候 就将他的专车撞了个稀巴烂 虽然是个排名最末的副县长 却处处都压他一头 好不容易让这家伙出事 不再干县长了 没想到这家伙还是阴魂不散的 和自己死缠到底 杨立伟最终还是没有报警 因为他知道 凭借赵长强的在青云县的人脉 就算警察把他带到警局 也不过是罚几个钱了事 而赵长强 好像从来就不是个缺钱的主 何况 现在赵长强已经做出了赔偿 警察可能根本不会 去找赵长强的不自在 但是 杨立伟却也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组成联合执法队 将祥云村的那些泥腿子 彻底从祥云村的旧址上赶走 在杨立伟眼中 这些人就是彻头彻尾的刁民 和他们根本没有道理可讲 只能用国家暴力 将他们强行从祥云村旧址上赶走 在杨立伟的协调下 联合执法队很快成立 赵长强离开杨立伟办公室的第三天 杨立伟便带着联合执法队 浩浩荡荡地杀向了祥云村 长长的车队排成了一条长龙 祥云村的乡亲们 当然不会乖乖地离开 双方很快起了肢体冲突 老鹤头带着祥云村的父老乡亲们 奋力反击 死不离开 他们的死硬也彻底激怒了杨立伟 只听他大声吼道 给我打 然后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敢暴力抗法 绝 对不能轻饶 在杨立伟的命令下 联合执法队的队员 开始用警械 殴打祥云村的乡亲们 事情最后终于发展成了斗殴事件 这一次 老鹤头没有给赵长强打电话 他很清楚 联合执法队的这帮人 虽然和左力手下的那帮流氓 没什么两样 但是 他们现在却都披着执法的外衣 就算赵长强来了 也无济于事 同时 老鹤头命令祥云村的老百姓 任何人不准用凶器反击执法人员 只能够用拳脚自卫 老鹤头心中明白 这件事早晚得传出去 如果被人偷拍了视频 不明真相的人 看到他们手持凶器和执法人员开片 还以为是警察镇压黑社会呢 到时候 就算他们有理 也变成没理了 老鹤头判断的一点没错 的确有人已经将现场的一切都拍了下来 不过拍下这一切的不是别人 而是赵长强的人 赵长强准备拿下杨立伟了 祥云村的父老乡亲们 虽然不明白老鹤头为什么不让大家动家伙 但还是坚决执行了老鹤头的命令 虽然满地上到处都是铁鲜 头 搞把 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动执法大队的人 在杨立伟的督促下 可没有管这些老百姓手中有没有武器 手中的警棍 噼里啪啦 砸在这些乡亲们的身上 虽然许多人身上 顿时便溅了血 但是祥云村的乡亲们 没有一个人退却 就那样死守在自己的土地上 赵长强 赵玉山和洪亚伦 带着几个玩丹凡的小弟 站在离现场不远的一个地方 面色阴沉地看着眼前不远处的乱战 赵长强的心有些生疼 虽然全国各地偶尔会传出执法人员 因为各种原因 殴打老百姓的事情 但是赵长强见到的并不多 没想到 今天被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 此时此刻 赵长强深深地感到了弱者的无奈 祥云村的这些老百姓有什么错 他们不过是 在保卫他们的一点地皮而已 他们的房子被政府拆了 他们没有保住 难道现在想保住这点地基也有错吗 枪哥 我们上吧 我向你保证 不用五分钟我就让他们全都趴下 他们不趴下 我趴下 赵玉山瞪圆了眼睛 向赵长强说道 赵长强阴沉着脸没有说话 旁边的弘亚伦看到赵长强面色不善 连忙轻轻地碰了一下赵玉山 示意他不要说了 赵玉山虽然气愤 但是也知道其中的厉害 现在动手打人的 可不是左力手下的地痞流氓 如果此时他冲上去将他们打了 自己搞不好就得去坐牢 嗨 赵玉山双全紧握 恨恨地叹了口气 不说话了 赵长强这才看了看赵玉山说道 放心吧 老鹤头不是省油的灯 他既然现在还没有让祥云村的老百姓动家伙 就说明祥云村的老百姓还没有生命危险 如果他们有生命危险的话 他自己就拎家伙动手了 等着吧 这回有大戏了 现在不过是花边序幕而已 赵长强一边说话 一边摸出手机 拨打了孙光亮的电话 孙书记 我是赵长强 我正在祥云村 现在祥云村可热闹了 杨立伟副县长正带着联合执法队打人呢 打得头破血流啊 堪比香港黑帮电影啊 不说了 你还是亲自过来看看吧 赵长强说完后 丝毫没有客气 啪的一下 便挂断了电话 他现在对孙光亮也有些不满 杨德丽组成联合执法队 的事情 孙光亮不可能不知道 可是他竟然没有阻止杨立伟 所以 今天的事情 他也应该负有领导责任 喂 喂 喂 孙光亮想仔细地问问 赵长强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话筒中早已经传来滴滴的忙音 孙光亮也顾不上计较赵长强敢挂断他的电话了 他已经从赵长强的电话里听出了一丝火药味和浓浓的不满 看来事情已经相当严重了 他马上拨通了县公安局长王浩的电话 让王浩马上带人赶到现场去制止斗殴 他自己也会马上赶过去 接着孙光亮又拨打了杨立伟的电话 让他立刻停止现在的行动 在第一时间送伤者去医院 并且尽可能地安抚祥云村的乡亲们 王浩一听孙书记的话也急了 杨立伟来公安局抽掉人手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并且是他这个公安局的一把手亲自签的字 他本来以为杨立伟组成联合执法队 也就是白白威风 维持一下秩序而已 没想到杨立伟竟然敢让联合执法队殴打老百姓 王浩马上开始拨打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长邢天的电话 时间不大 电话接通了 王浩开口就骂 邢天 你这个混蛋长了几个脑袋 你是不是在现场打人了 治安大队长邢天和左立的关系一直不错 所以今天才会卖力地为杨立伟干活 但是此刻听到局长亲自给自己打电话 心中也开始打哆嗦了 小心地说道 局长 我 我也是奉命行事啊 我也没办法啊 奉命 奉命 奉你妈的蛋 赶紧带上你的人给我滚回来 这是如果宣扬出去 不带你小子的队长别想干了 连老子都得遭殃 王浩骂完之后 挂断电话 然后喊上几个人 快速地走出办公楼 坐上警车 拉响警笛 快速朝降云村赶去 正在现场的治安大队长邢天 听到局长真的发火了 连忙开始阻止自己的队员向老百姓动手 这家伙脑瓜转得挺快 知道这事情要坏 所以 不但让自己的人停了手 而且让其他的人也赶紧住手 但是其他部门的人和邢天不是一家人 不吃一家饭 他们根本不听邢天的话 只听杨立伟的 杨立伟阴沉着脸部说话 但是看向现场的眼神却充满了焦躁 刚才他也接到孙光亮的电话了 可是他却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执行孙光亮的命令 因为他心中很清楚 一旦此时自己向这些拟腿子妥协 祥云村城改工程就别想再开展下去了 除非他承认赵长强之前和乡亲们签订的合同 继续按照赵长强的方法来操作 但是那样一来 无论是他还是左立都不会得到任何利益 可是他如果不执行孙书记的指示 一旦这件事情被媒体传扬出去 孙书记恐怕绝不会放过自己 想到媒体 杨立伟心中忽然咯噔一下子 下意识地朝四周看去 想看看四周有没有记者拍照片 拍视频 只要现场留不下视频或者照片证据 即便祥云村的这些泥腿子将事情说出去 他也可以有无数种方法狡辩 杨立伟之前一直将注意力放到打斗现场了 根本没有注意到就在不远处 躲在一堵矮墙后面的赵长强五个人 此刻看到真的有人在拍摄视频 马上大声冲联合执法队的人喊到先别打了 快 快把那几个人手中的摄像机留下来 绝不能让他们把摄像机带走 众人刚才只顾地打得热闹 也都没有注意到赵长强他们 偶尔有注意到的也没往心里去 直接将他们选择性忽视了 此时听到杨立伟黄吉的声音 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一帮人马上放过了那些祥云村的老百姓 快速地朝赵长强几人跑去 这回连公安局治安执法大队也动手了 他们心中也明白 事情如果被眼前五个人抖搂出去了 凡是今天出手打人的这帮家伙 全都得扒衣服回家 搞不好还得要承担法律责任 由于赵长强 赵玉山等人头上戴着帽子 脸上戴着大口罩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将赵长强认出来 如果此时他们能认出对面的人是赵长强 估计借给他们一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过去找麻烦 赵长强并没有打算和这帮家伙纠缠 冷声对身边的几个人说道 撤 说完后 快步朝停在旁边的一辆面包车走去 他的超级汉马太打眼 所以今天他们开来了一辆面包车 两名扛着摄像机的小弟 也快速地朝面包车跑去 洪亚伦碰了碰还站在原地 瞪眼看着就要追过来的联合执法队的赵玉山 说道 玉山哥 快走 不能暴露了 赵玉山冲他白白手 说道 没事 放心 暴露不了 你等我一下 洪亚伦一愣 还没明白赵玉山为什么要让他等一下 却见赵玉山已经几个剑步 扑向了联合执法队 这家伙就好像发了狂的盲牛一样 只在联合执法队中冲了一圈 就将七八个城管队员撞倒在地上直哀呦 半天爬不起来 赵玉山在人群中冲了一圈后 这才迈开大步朝面包车跑去 一边跑 一边裂开嘴 嘿嘿直笑 联合执法队哪能放过赵玉山 可是还没等他们将速度冲起来 赵玉山已经跳到了面包车上 面包车呼啸着开走了 联合执法队只能望车星探 赵玉山刚上车就连声大呼痛快 然后才对赵长枪说道 枪哥 今天这事你可别怪我 你若不让我出手揍他们一顿 我回去得憋死 赵长枪也早就憋坏了 如果不是怕被人认出来 他也早就动手了 所以赵长枪并没有责怪赵玉山 只是呵呵笑了一下说道 放心吧 有他们倒霉的时候 我如果不让这帮人搬衣服回家 我就不叫赵长枪 说完后 赵长枪又扭头对抱着单反照相机的水鸭子说道 水鸭子 成果怎么样 水鸭子拍了拍怀中的单反相机 兴奋地说道 放心吧 枪哥 每个大人的家伙都有一张大特写 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枪哥 我这里也全程记录了整个过程 怀里抱着高清摄像机的秦迪龙 也兴奋地说道 嗯 好 这下 我看杨立伟怎么都搂干净 赵长枪一边说话 一边摸出手机 开始拨号 赵长枪的电话 是打给林河卫视副台长王二秀的 通过杜平县武林大会的事情 和前些日子 赵庄和瑞克集团签约仪式转播的事情 王二秀对赵长枪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特别是签约仪式的转播的事情 王二秀后来怎么想也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堂堂的常务副省长 会去参加这样一个签约仪式 后来 王二秀亲眼看到吴英雄和赵长枪热情握手 亲切交谈 并且赵长枪还送吴英雄一副字之后 他就知道吴英雄是冲着赵长枪的金面去的 从那以后 王二秀对赵长枪认识更深了一层 只要赵长枪有事让他帮忙 他都会马上办到 赵长枪和王二秀的电话接通后 三言两语便和王二秀讲清楚了这边的事情 王二秀当即表态 现在中央正在大力推进文明执法 创建和谐社会 青云县发生的事情明显就是和中央唱反调 必须坚决予以曝光 以警校游 赵长枪当即让水鸭子用车上的电脑 将视频资料和照片一起打包 发到了王二秀的电脑上 不但如此 赵长枪还让水鸭子将前几天晚上拍摄的那段谢斗视频 也发到给了王二秀 即便是王二秀这种有些势力的人看到这些视频和照片后 也不禁大为震惊 特别是看了那个谢斗的视频后 连他都不由得气愤地拍案而起 这些人太嚣张了 为了达到抢占老百姓财产的目的 竟然敢雇雍黑 社会来砍人 赵长枪将照片和视频资料 发给王二秀之后 又让水鸭子将这条消息发布到了网络上 水鸭子打架不行 但是这家伙心思灵巧 偷鸡摸狗 鼓到电器 上网聊天都是内行 这家伙是地地道道的网络大V 粉丝上百万 读龙会前几次新闻炒作 都是这小子操盘的 消息一经上传 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便有了几十万的回复 几乎所有网友都将矛头对准了青云县祥云村城改项目组和开发商 许多喷子更是将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 王二秀的动作也非常快 接到赵长强的视频文件后 马上让编辑开始编辑新闻 然后送到了演播室 此时联合卫视恰好在重播最新一场的武林大会 由于主办方这一次请到的参赛选手都是世界著名搏击高手 所以收视率非常高 虽然已经重播了一次 但是广大全迷们要求重播的呼声还是很高 所以联合卫视今天下午的体育时间又对这次赛事进行了重播 但是当大家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画面突然一转 主持人出现在屏幕上 面色严肃地说道 各位观众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新闻 就在几分钟前 宁海市青云县发生了一起恶性粗暴执法案件 接下来 画面再次一转 主持人引到幕后 电视上出现一段视频 两拨人正在雨夜之下 挥舞着看闪亮的砍刀 对坎布什有人被打翻在地 主持人的话外音响起 青云县警方至今没有透露 这些黑衣人到底是什么来路 但是不难想象 这些人很可能和房地产开发商有关系 电视机前的全迷们 本来正打算大骂电视台乱插新闻 可是当他们看完视频后 全都傻眼了 我靠 这也太刺激了 比看全赛还刺激 全赛好歹是比赛 有许多规矩限制 不够热血 但是眼前的画面 完全就是两帮黑社会在火拼啊 火拼的画面结束后 便是联合执法队 殴打祥云村老百姓的画面 这段视频一经播放 许多名演员都明白了 这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结 侵吞老百姓的财产 先是开发商来黑的 想将祥云村的老街坊下趴打趴 可是没想到 他们雇佣的打手 却被彪悍的祥云村老百姓给打跑了 于是又在官面上做文章 想要强行将祥云村的老街坊们赶走 这就是传说中的 你跟我讲法律 我跟你讲流氓 你跟我讲流氓 我跟你讲法律 许多热血全迷 马上拍案而起 开始上网评论此事 结果他们一上网才发现 原来网络上也已经铺天盖地 诠释这个消息 不但如此 因为现在零和卫视和央视五套是商业合作伙伴关系 所以 央视五套也对这个节目进行了转播 央视五套虽然不如一套影响力大 但是论起收视率 可能比一套还要强悍 所以 消息一经央视播出后 直接将整个青云县 甚至宁海市都推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几个小时的时间 整个华国都知道了 青云县赶顶着中央的最新指示 暴力执法的事情 青云县 乃至宁海市都迅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宁海市市长杨松伟 在第一时间就拨通了孙光亮的电话 劈头盖脸就问 孙光亮同志 你是怎么们搞的 咱们宁海市这回算是出了大名了 上次因为毒品窝案的事情火了一把 这回又因为你们青云县的事情火了 彻底的火了 孙光亮为了处理好祥云村 乡亲们被打一事 已经被弄得焦头烂额 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祥云村的事情已经传遍了全国呢 所以他一时间 竟然没明白杨市长的话 于是有些迟疑地问道 杨市长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听不明白 你自己打开电视 或者到网上看看吧 孙光亮同志 我要你马上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 一定要给祥云村 老百姓一个交代 给全国人民一个交道 青云县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要将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 大张旗鼓地宣扬出去 要让全国人民都看到 你们是如何处理此事的 只有这样才能平息老百姓的愤怒 杨松年几乎是在咆哮着说完后 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杨松年说话的时候 孙光亮静静地听着 没敢多说一句话 明海市市委书记 楚飞雄辞职不甘后 杨松伟现在成了代理书记 估计很快就能扶正 所以孙光亮可不敢捋他的胡须 孙光亮愣了片刻之后 才打开了办公桌上的外网电脑 结果他刚刚连通网络 上面便弹出了好几条 祥云村暴力执法的消息 孙光亮迅速地浏览了几个大门户网站 结果发现整个网络上铺天盖地 全部都是青云县暴力执法 殴打祥云村乡亲们的事情 并且有图有真相 通过那些照片能看出拍摄之人极具摄影功底 最让孙光亮吃惊地势 摄影者竟然给每个参与暴力执法的人 都拍了一张清晰的脸部特写 第一个就是公安局治安执法大队队长刑天 那几段视频也让孙光亮看得心惊胆战 孙光亮浏览了一下网页 又打开了电视 结果他随便点开了几个频道的新闻节目 发现几乎每个新闻频道都提到了这件事情 孙光亮的脑袋嗡得一下子就大了 他不知道这些照片和视频到底是谁拍的 但是他知道这事如果处理不好 他这个县委书记也就彻底地当到头了 孙光亮马上给县长黄公伟打了电话 让他在第一时间召集青云县 各个相关政府机关的一把手开会 并且传达了宁海市杨市长的最高指示 黄公伟也是刚刚看到这些新闻 他已经集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这件事如果一个处理不好 自己绝对要负领导连带责任 毕竟联合执法队这些人都是从政府的职能部门抽掉的 他接到孙光亮的电话后 马上明白了孙光亮想要干什么 于是严肃地说道 孙书记放心 我一定会把此事处理好的 结束和孙光亮的电话后 黄公伟马上召开各个政府职能部门一把手会议 孙光亮也出席会议 会上统一做出了决定 凡是在新闻中被拍到脸部特写的执法队员一律开除 永不录用 没有曝光的队员 要调查清楚到底有没有参加殴打老百姓的行动 只要有的是情节轻重急于处罚 同时各个相关部门一把手要负领导责任 继党内过失一次 这些相关各部门的一把手们都恨死杨立伟了 心说 我他妈的真倒霉 当初为什么要给你人搞什么联合执法队啊 这不是死推的吗 奶奶的 会议做出决定后 马上在各大门户网站上进行了公示 并且市长黄公伟亲自让人给自己录制了一段 向祥云村老百姓道歉的视频发到了网络上 与此同时 明海市也没闲着 经过市委常委决定 开除杨立伟的党籍公职 然后直接让纪委介入调查 杨立伟得知上面对自己的处理后 差点没晕过去 他知道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 别人都是先双规 然后发现问题后才双开 他倒好 先直接被双开 然后纪委才介入调查 整个程序都颠倒了 可见 他的问题有多大 明海市纪委的工作人员 很快便突破了杨立伟的心理防线 杨立伟将自己如何在祥云村改造工程的招头标中搞案 相操作 收受贿赂 让辉煌建筑公司最终中标的事情全都交代了出来 同时 还交代了祥云村五天照等一杆小工厂主 为了能让杨立伟签订对他们更有利的合同 而允诺要送给杨立伟四套房子 五百万现金的事情 杨立伟被移交到司法部门 等待法律的审判 就在杨立伟被抓的同时 公安局已经查明 那天晚上跑到祥云村就职砍人的行动 就是左立策划的 警方以涉嫌经济犯罪 并且组织集体斗殴为理由 开始对左立实施抓捕 然而 当警察赶到左立的住处时 却扑了一个空 左立已经提前一步跑路了 原来 自从左立在网络上 发现了那铺天盖地的消息后 马上就知道这事情不好 杨立伟很可能会因为这件事而倒霉 而杨立伟如果被抓了 他很可能会将自己也咬出来 他们两人可是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交易的 于是 他开始用最快的速度甩卖固定资产 准备跑路 最终比警察提前一步 离开了自己的家 准备逃往国外 305国道上 一辆德国大众正在飞快地急驰 一对前大灯好像两道光之剑 批散叶的黑暗 开车的人是左立手下的一个小弟 车后排坐着的人正是左立 他们的目标是宁海市港口 他已经和一艘货轮的船长联系好 打算搭乘货轮离开华国 有些神不守舍的左立并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跟着一辆库鲁泽 没有开大灯 好像幽灵一样跟在德国大众的后面 库鲁泽里面坐着的正是洪亚伦和两名独龙会的小弟 赵长强早就料到左立很可能会和杨丽维有勾结 所以左立被抓后 他料定了左立会跑路 早就让手下的人将左立监控起来了 凭借独龙会兄弟的监控本领 连左绍青那样的牛人都发现不了 别说左立了 左立今天晚上刚刚出门 就被独龙会小弟发现了 他们马上发现 今天晚上的左立不同寻常 不但带着一个大行李箱 而且形色匆匆 非常像跑路的样子 于是他们马上将情况报告 给了赵玉山和洪亚伦 赵玉山和洪亚伦得到消息后 不敢怠慢 马上报告了赵长强 于是赵长强带着赵玉山和洪亚伦亲自行动起来 此时 跟在左立后面的洪亚伦 看到前面的德国大众 就要经过一个岔路口时 马上小声说道 江哥 目标过去了 准备行动 前方岔路口中的赵长强 听到侯震耳脉中传来的声音后 马上答应一声 然后拧动了超级汉马的钥匙 赵长强刚刚将车子预热起来 就看到一辆德国大众 从主路上飞驰而来 眼看就要到达岔路口 赵长强早已经知道 那就是目标 他瞬间挂当 然后猛然松开了离合 超级汉马怒吼一声 好像发现目标的野兽一样 猛然扑向了德国大众 响 一声巨响 接着便是一阵稀里哗啦玻璃碎裂声 然后德国大众的一个车轮子 从车上脱落下来 晃晃悠悠地滚向路边 直到碰到路边的路源时 才啪哒一声倒在地上 超级汉马的前后门同时打开 前面出来的是赵长强 后面是赵玉山 两个人一起迈步 朝已经被撞扁的德国大众走去 只见左力坐在座位上 脑袋靠在一侧的车门上一动不动 满脑袋的鲜血顺着脸颊不断地滴落 眼睛却瞪得老大 没有闭上 赵玉山看着左力的惨像 诧异地说道 死了 这也太便宜这家伙了吧 左力曾经几次打算要赵长强的命 赵长强刚来清云现实 他更是怂恿刁大龙 利用小白菜诬陷赵长强 所以 赵玉山恨极了左力 此时 一直跟在左力后面的洪亚伦 也从库鲁泽上下来 迈步走了过来 先把司机弄出来送医院 赵长强对洪亚伦带过来的两名小弟说道 司机的脑袋 斜靠在座椅靠枕上 身上倒没有血迹 看来没有明显的外伤 两名小弟上前 一把拉开已经严重变形的车门 然后将司机拖了出来 把左力也拖出来 赵长强又说道 后门严重变形 已经卡在车身上 赵长强刚想亮出追魂枪 旁边的赵玉山 却向他摆摆手说道 不用 只见赵玉山随手 将车窗上的玻璃扎子 都处理干净 然后一把抓住车门 双臂陡然一用力 整个车子 都随着赵玉山的胳膊摇晃了几下 然后砰的一声 整个车门 都被赵玉山撕了下来 连赵长强 都看得有些吃惊 心想 这个家伙的力气 好像又涨了 洪亚伦倒是见怪不怪 只是瞥了瞥嘴 轻声嘟囔道 野兽 赵玉山猛然回头 看向洪亚伦 此牙说道 亚伦 怎么个意思 听刚才的话 好像对哥不太满意 洪亚伦连忙跳到一边 离赵玉山远点 然后才说道 没事 我啥都没说 枪哥让你快点干活呢 你小子再敢说我野兽 当心我捏死你 赵玉山黑黑笑了一声 然后才将左力从车上拖了出来 放到了地上 赵长强将手随意地放到了左力的脉搏上 片刻之后便说道 他没事 只是暂时昏过去了 弄快步 将他的脑袋裹一下 送他去警局 当局长王浩 闻讯赶到警局 看到被赵长强压到警局的左力时 心中不禁充满了震撼 这个昔日的土匪县长 到底是干嘛的呀 好像什么地方都有他 宁海市的贩毒团伙 是在他的帮助下破案的 现在左力竟然也被这家伙抓住了 真不知道有他在青云县 对自己来说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当然 这些东西 王浩也就自嘲地想想而已 他让人接收下左力之后 还是向赵长强 郑重表示了感谢 左力早已经醒了过来 王浩马上组织人手 对他展开了突审 事到如今 左力有种日薄熙山 大势已去的感觉 干爹跑了 杨立伟被抓了 无论在道上还是官场 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靠山 没有了这些靠山 就凭他手中的那点资源 在宁海市 根本掀不起点浪花来 对前途充满失望的左力 没有反抗 也没有死不招供 而是很快将他和杨立伟如何官商勾结 大肆侵吞国有财产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两个人的涉案金额竟然高达一元 这几年 辉煌建筑公司高速发展 靠的就是从成建局 规划局等部门不断地拿项目 而这些政府部门又直接归属杨立伟管辖 左力拿到项目后 会将一部分利润以回扣的方式打到杨立伟的秘密账户上 而杨立伟又会在各种工程验收上不断地放水 两个人就这样官商勾结 不断地侵吞国家财产 最让审案人员吃惊的是 左力竟然吐露 为了拿到一些连杨立伟也操控不了的大工程 他曾经前后向吴天彪行贿2000万元 向宣传部长刘天阳行贿1500万元 而这两位领导竟然都笑纳了 审案人员马上将这个消息向上级做了汇报 左力的口供马上以材料的方式放到了宁海的案头 宁海立刻派人将吴天彪和刘天阳请到了纪委喝茶 吴天彪和刘天阳最终没有顶住纪委工作人员的强大心理攻势 将自己向辉煌建筑公司索要贿赂的事情全部承认了 纪委马上对两人进行了 然后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等待两位先生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除非雄辞职 杨立伟 左力 吴天彪 刘天阳被抓后 宁海市和青云县都进行了巨大的人事调整 首先是 袁灵河市卓平英调任宁海市 而宁海则调往宁河市担任 袁灵海于殷沁不负众望 成功上位 担任组织部长 于殷沁上位之后 马上开始考虑赵长强的职位问题 他知道 赵长强就是一匹野马 如果不能把他关进官场的牢笼 这家伙带着他手下的一帮人 还不一定能惹出什么事端来 其实自从赵长强被就地免职后 于殷沁就一直在考虑赵长强的职位问题 不过一直没有机会 也没有空出来的职位 所以 赵长强这个副处级 便一直在那里悬着 现在青云县一下子空出来了好几个职位 于殷沁决定让赵长强上位了 有时候 于殷沁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对赵长强的事情这么上心 赵长强这个混蛋 好像就从来没有求过自己 让自己帮帮他的忙 提拔提拔他 他甚至都没有到宁海市 来看望自己一回 这个家伙 简直就是一个没心没肺没良心的主 可是于殷沁 却就是那样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 按照于殷沁的意思 他想让赵长强继续担任青云县的副县长 顶替杨立伟的职位 负责承建 规划 园林 环保等部门 虽然仍然是个副县长 却已经是排名靠前的副县长 并且有了自己的分管部门 也等于手中有了实权 当然有了权力的同时 也代表着有了责任 所以说 如果于殷沁的提议能在组织部长办公会上通过 赵长强绝对算是高升了 但是让于殷沁有些担心的是 现在组织部许多人都知道自己和赵长强走得比较近 如果自己刚刚当上组织部部长 就安插自己的人 是不是会有人说闲话 甚至会有人跳出来反对 自己刚刚担任组织部长 如果马上被组织部的手下搏了面子 自己这个部长以后可就不好当了 为了稳妥起见 于殷沁找到了刚刚到任的宁海卓平英 一个是拜访一下这个新书记 第二个就是向他说一下赵长强的事情 听听卓平英的意见 卓平英五十上下年纪 军人出身 一点都不显老 额头光滑 眼角皱纹都看不太清楚 猛然一看 就像四十多岁的人一样 腰板笔直 双目有神 浑身上下充满一股正气 不怒自威 于殷沁和赵长强在一起待的时间多了 也沾染了一些他的脾气 对官场规矩看得并不是很重 很少在上级领导面前会显得畏首畏尾 这倒让这位大美女平添了一份洒脱 何况现在于殷沁是组织部长 已经是宁海议员 也没有必要在卓平英面前胆战心惊 于殷沁口齿清楚 思路清晰地向卓平英介绍了一下宁海市的组织工作 着重介绍了几个人物 而这几个着重介绍的人物中 赵长强是重点的重点 于殷沁将赵长强的简历和他被就地免职的事情 和卓平英详细地说了一遍 然后试探着说道 卓书记 现在清云县员副县长杨立伟被捕 我打算让赵长强担任这个职位 您看怎么样 卓平英没有马上回答于殷沁的话 而是站起身来 面色平静地 在地上来回走动了两圈于殷沁的心 马上提了起来 看来卓书记好像不太同意 自己对赵长强的举荐啊 也是 赵长强这个混蛋虽然有点本事 但也是个极其能惹事的主 如果把他惹的那些事都说出来 估计没有几个小时都说不完 正当于殷沁有些坠坠不安时 却见卓平英忽然站住 然后郑重地对于殷沁说道 于部长 关于赵长强的情况 我以前也听说过 这个同志身上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但总体来说 还是个好同志啊 特别是在搞经济方面 确实是把好手 现在他以前所在的杜平县 已经在整个临河省都挂上了号 甚至在全国在世界都大大的有名啊 我听说 这里面赵长强 可是鞠躬之伟呀 卓书记 您快别说这事了 一提这事 您不知道我有多后悔 当初就是我把他交流到 杜平县去的 那时候他才刚刚考中公务员 本想只是让他去锻炼锻炼 没曾想 他竟然干出了那样的成绩 就因为这事 到现在嘉河市的市长于大彪 还蛮怨我呢 说我放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老母鸡啊 于殷沁呵呵笑着说道 哈哈 我可是听人说过 赵长强为了促成第一届武林大会 可是风鲤与李 在全世界跑了快一年啊 虽然我们不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 赵长强都经历了什么 但是我们能想象到他曾经面临的困难 了不起的年轻人啊 卓平英也哈哈笑着说道 卓平英说完后 话锋一转 面色正重地说道 于部长 我觉得像赵长强这样的特殊人才 就应该特殊使用 就应该破格提拨 具体什么职务 你们组织不仔细考虑一下 我的意见是 最好能入长 于殷沁吓一跳 卓平英竟然打算让赵长强入青云县常委 这也太夸张了吧 本来他以为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赵长强当一个有实权的副县长就可以了 没想到卓书记竟然打算让赵长强入长 要知道 同样都是副县长 入长和不入长差别可大了去了 就算卓平英非常欣赵长强 也不能这样照顾他吧 难道卓平英和赵长强之间还有别的交情 卓平英本来就想提拔赵长强 而自己只是适逢其会 支持了一下卓平英的决定 于殷沁并不是胡乱猜测 事情的真相还真和他预料得差不多 卓平英这几天的确也在考虑赵长强的事情 卓平英是军人出身 曾经干过前老爷子的警卫员 后来转业到了地方开始从政 从一个小科员干起 因为有老爷子的照顾 一路扶摇直上 一直干到了现在的宁海市市委书记 林河省省委常委 卓平英虽然现在当了大官 前老爷子也已经帮不到他多大的忙 但是他每次进京 仍然都会带着礼物去见老首长 在前老爷子那里 他听得最多的就是赵长强的名字 知道这是一个传奇人物 也知道他和前老爷子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 自从他得知自己要来宁海市 并且赵长强的组织关系 就在宁海市之后 他心中就打好了主意 到任之后 一定要好好考察一下这个赵长强 如果赵长强真的是个可用之材 他不妨破格提拔他一下 也算对老爷子这么多年照顾他的回报 卓平英让人给他找来了赵长强的档案 当他看完赵长强的档案 再结合前老爷子和自己说的 赵长强干出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 卓平英不禁对赵长强这个年轻人佩服不已 尤其是赵长强在杜平县的履历 更让卓平英佩服有加 为了宣传杜平 为了将杜平武术之乡的城市名片打出去 赵长强带着杜平县武术表演团 几乎跑遍了世界 单单这份付出 就足以让人佩服 看了这些档案后 卓平英便已经打定主意 一定要好好地栽培一下赵长强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想栽培赵长强的 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就当他要离开临和市的前一天 常务副省长吴英雄忽然找到他 和他聊了很多赵庄和瑞克集团签约的事情 着重讲了一下赵长强在其中起的作用 言语之间 不乏对赵长强的一美之词 到了吴英雄这个级别 文贤歌而知雅意 卓平英已经很明白吴英雄的意思了 他这是要自己找机会提拔赵长强呢 吴英雄的这个意思倒是出乎了卓平英的意料 他以前只知道赵长强和前老爷子私交不错 并且和军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却不知道赵长强竟然和吴英雄这样的省级大佬也有关系 到底是赵长强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吴英雄 还是吴英雄和赵长强私下里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系 卓平英并不知道吴英雄和赵长强其实就只有那次赵庄之行的一面之缘 除那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交往 但是就是那一次交往 让吴英雄彻底地记住了赵长强 尤其他得到陈小刀的那副字画后 已经隐隐猜到 当年陈小刀出世 从林河市忽然失踪 肯定和这个赵长强有关系 赵长强能让陈小刀那样嚣张霸道 却有满腹才华的人洗心革面 放弃江湖一哥的身份 最新于书法研究 就这一点就让吴英雄感到佩服 因为这些原因 卓平英到了宁海市之后 一直在关注着赵长强 但是由于他也是刚刚上任 又是从林河市调过来的 所以他暂时还不方便在宁海市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没想到今天于英沁竟然主动叫 赵长强问题摆到了他面前 于是卓平英在凯探赵长强人员好 到哪里都有人为他说话的同时 马上抓住机会 直接将赵长强提拔到了县委常委的高度 于英沁得到卓平英的指示后 非常的高兴 回到组织部 在第二天的部长办公会上 便提出任命赵长强为青云县常务副县长 于英沁担心有人会反对 直接将卓平英的意思也摆到了桌面上 其他组织部领导本来还有反对的 但是听说连卓书记都力挺赵长强后 马上闭嘴不说话了 别看卓平英才到任不长时间 可是人家毕竟是一把手 他们可没有那个胆量 也没有那个分量 去挑战市委书记的权威 事情定下来之后 于英沁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第一时间就将消息告诉了赵长强 好像在和丈夫邀功的小媳妇一样 等电话接通后 这位美女部长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 心中想到 我这是怎么了 赵长强上位 我为他高兴个什么劲 颠颠地在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 好像我在向他邀功一样 于英沁正想着 话筒中传来赵长强有些懒散的声音 喂 于大部长 听说高声了 恭喜啊 你得请客 于英沁面容一整说道 赵长强 别嬉皮笑脸的 没个正行 现在跟你说点正事 啥正事啊 我们每天都在干正事吗 有什么事就说吧 我洗耳恭听 电话那头的赵长强满不在乎地说道 旁边有哗哗的流水声 于英沁能想象到 赵长强说不定现在正一边打电话 一边在厕所撒尿呢 组织上打算给你家家胆子 现在要和你谈谈 听听你的意见 你现在就到宁海市组织部来一趟 前阴沁淡淡地说道 于英沁没猜错 赵长强的确在撒尿呢 这家伙听说组织上要给他家担子后 马上三把两把将裤子穿好 兴奋地问道 于大部长 能不能先透露点消息 组织上打算给我家多少担子 你放心 咱这身板结实着呢 万斤重担压不夸 少频了 快点过来 你的职位问题 过来再和你说 于英沁说完 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的于英沁 心中竟然有一些失落 很多时候 他也不知道 自己对赵长强 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他知道赵长强有女人 并且不止一个 自己如果和赵长强在一起 绝对不会有什么结果 无论是自己 还是自己的家人 都不会同意 自己和一个脚踩几条船的家伙在一起 可是每当他和赵长强在一起的时候 他总是感到心中很愉悦 很温暖 每当分开时候 却又感到非常失落 他 知道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爱情 可是他不想承认这是爱情最让他无法释怀的事 他现在除了赵长强 心中总是无法接受其他的男人 不然 以他于大部长的美貌和今天的官场的地位 追他的男人能组成一个加强连 赵长强并没有让余音沁久等 很快便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当他听完组织上对他的新任命之后 竟然兴奋地一下子就把坐在他对面的余音沁抱了起来 余音沁的脸疼的一下就红了起来 口中一连串的小声说道 赵长强 你做死啊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你想干什么 快放下我 不然我要告你骚扰女上司了 余音沁说得凶狠 心中却感到暖洋洋的 刹那间他忽然产生了一种错觉 赵长强不是县长 他也不是部长 他们只是一对在天空翩翩起舞的蝴蝶 一起去享受罪人的花香 一起去看潺潺的溪水 余音沁一句话让赵长强恍然大悟 这里是不是调情的场合暂且不说 余音沁虽然对自己一向挺好 关系也有些暖昧 可是他毕竟不是自己的老婆呀 自己现在这行为 可是真有点唐突佳人了 赵长强连忙将余音沁放在地上 用手抓了抓脑袋 然后看着余音沁善善地笑了一下 生怕这位美女部长 会对自己发起急风暴雨般的攻击 这家伙心中甚至有些自责 压挺的 不就是个常务副县长吗 有什么好高兴的 说到底 级别还是副处级 咱哥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底蕴了 好在余音沁并没有追究他的鲁莽 赵长强才稍稍放了一下心 余音沁被赵长强放在地上 竟然待了片刻 刚才那种美妙感觉好像魔鬼一样 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挥之不去 你回去准备一下 明天道不理来报道 我亲自送你去青云县上任 隔了片刻 余音沁才有些落寞地说道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 为什么忽然就变得落寞起来 难道是因为赵长强刚刚撩动了他那根心弦 而又匆忙地将他抚平 赵长强敏锐地感到了余音沁的变化 但是却什么都没敢再说 打声招呼 离开了余音沁的办公室 第二天 余音沁准时地将赵长强送到了青云县委办 孙光亮 黄公伟等青云县委的人 早已经在县委大院门前等候多时了 看到从奥迪A6上走下来的赵长强和余音沁 每个人心头的感觉都不一样 几个月前的去年冬天 同样是余音沁送赵长强来上任 那时候 赵长强还是纯粹外来户一个 职位也只是一个 没有分管领域的排名最末的副县长 没有几个人将他放在眼中 如果不是余音沁亲自送他来 甚至都不会有人出来迎接他的到来 而那时候的余音沁 也不过是宁海市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而已 可是几个月过去 同样是赵长强上任 却没有一个人 再敢小看这个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昔日排名最末 没有任何分管领域的副县长 已经成为常务副县长 虽然级别都是副处 但是手中的权力 可是根本没有可比性 现在赵长强可是响当当的县委常委 属于青云县的决策层人物 而余音沁也成了宁海市组织部的正派大部长 大家忽然想起一件事 赵长强自从上次到任后 当中虽然被免职一次 但是他好像从来就没有在大家的视野中消失过 最近青云县甚至宁海市发生的几件大事 都和赵长强有关 可见此人的能量到底有多大 看着出现在眼前的这一对年轻碧人 再想想人家的晋升之路 这些在场的大大小小的青云县官员 不禁都有种逢唐一老 李广南风的感慨 就连县委书记孙光亮 都有种年华一老的感觉 孙光亮在县委大会议室 为赵长强举行了隆重的入职仪式 青云县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一把手 几乎全到了 谁也 不敢在这位新常务副县长面前乍赤 他们心中都明白 之前的吴天彪、刘天阳、杨立伟之所以倒台 和眼前这位年轻帅气 一脸阳光的常务副县长脱不了关系 而且他们已经从小到消息得知 就连宁海市牛叉人物左少青的逃跑 都和赵长强有关 甚至宁海市原市委书记主动辞职 也有赵长强的身影在里面 综合这些消息 足以能量瞎青云县这些职能部门一把手的眼镜 入职仪式按部就班的举行 很快便到了赵长强上台讲话 赵长强几步便迈到主席台上 直接啪的一声将麦克风一关 然后声音洪亮地说道 各位领导 各位同志们 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也不用多介绍 我赵长强虽然以前在职的时间不长 却混了一个土匪县长的名声 在座的各位 可能对我这个外号非常的不齿 认为我不像个官场同僚 但是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一句 我这个土匪县长还就当定了 不过我这个土匪 只会对各种恶势力耍土匪 只会对贪官污吏力耍土匪 绝对不会对各位为了工作 兢兢业业的同仁耍土匪 更不会对老百姓耍土匪 还有 既然大家封了我一个土匪县长的称号 那么所有的官场潜规则 在我这里都没用 我不喜欢在我面前点头哈腰 唯唯诺诺 嘴里唱歌 心里骂娘的家伙 同样 我也不会在各位领导面前 表现出一副奴才嘴脸 我们的工作职位 虽然有上下级之分 但是我们的身份 没有贵贱之分 在我眼中 我们大家都是人民的公仆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了 今天就说这些 以后想起啥来 再和大家接着聊 赵长强的话讲完了 台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愣了 本来以为赵长强升了官 进了常委 能收敛一下匪性的 没想到还和以前一样嚣张 无论是比赵长强官大的 还是官小的 都在心中直咧嘴 都觉得有赵长强 这个土匪在身边 自己以后的日子 就甭想好过 比赵长强职位高的 怕赵长强以后给他们惹祸 或者怕赵长强会在公开场合 不给他们脸面 当众顶撞他们 顶撞领导 在别人看来是250的行径 在赵长强这里 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要命的是 他有胆量顶撞他的上级 他的下级 却没有胆量顶撞他 这祸就是一个土匪 如果把他得罪了 说不定他什么时候 就给你一刀子 将你整得里外不是人 之前的杨立伟 左立等人 不就是因为得罪了赵长强 才落得现在的下场吗 这样的猛人 谁敢去捋他的胡须 一些聪明的官员 已经开始在心中打定主意 以后做事 一定要小心翼翼 千万不要犯在这位二大爷手中 不然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而一些身上有问题官员 则开始思考自己的退路 思考以后怎样和赵长强搞好关系 赵长强讲完话后 大家个人想着个人的心事 一时间竟然有些冷场 直到过了半分钟 余音沁才带头鼓起掌来 接着便是掌声雷动 比之前余音沁和孙光亮讲话时 动静还大 黄公伟暗中咧咧嘴 也不知道 以后和赵长强一起共事 是好事还是坏事 入职仪式过后 赵长强就算走马上任了 他主抓的第一件事 就是祥云村改造工程 因为这是以前就是他负责的 他被就地免职后 又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情 所以他对祥云村的事情 已经非常熟悉 想彻底搞定祥云村承改工程 非赵长强莫属 赵长强再次正式介入 祥云村承改工程之前 县长黄公伟找到了他 婉转地表达了他的意思 他不希望赵长强 重新接手祥云村承改工程后 马上废除杨立伟和五天赵 等人签订的合同 虽然现在杨立伟被捕了 但是他和五天赵等小工厂主签订的合同 毕竟具有法律效力 是政府行为 如果赵长强粗暴地废除这份合同 重新和五天赵等人签订补偿差一点的新合同 他们肯定不会愿意 搞不好就会重蹈之前老鹤头等人负责 只不过闹事的人 由老鹤头等人变成了五天赵等人而已 祥云村已经分成了两个利益集团 故此就得失笔 这也正是这个项目难做的地方 赵长强听了黄公伟的意思后 微微笑了一下说道 黄县长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黄公伟看到赵长强自信的笑容 竟然愣了一下 以为赵长强根本没把他的意见放在心中 于是苦笑了一下说道 我看过杨县伟和祥云村那些作坊主签订的补偿合同 南开发区同等面积的厂房 签职后三年免税 还有三套一百平米以上的房子 这个赔偿确实有些离谱了 可是现在合同已经签订 如果我们自行撕毁合同 再加上之前杨县伟撕毁你和老鹤头他们合同的事情 咱们政府的公信力将遭受到致命打击啊 所以这件事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最后黄公伟又特别嘱咐了一句 千万不要再闹出群体性恶性事件了 咱们青云县如果再发生一次那样的事情 恐怕整个县委班子都得挨整 这一点也是孙书记的意思 你放心吧 黄县长 这次我要给他们来个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我要让他们自行放弃那份合同 和我重新签订一份新合同 黄县长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先离开了 我去安排一下接下来的工作 赵长强说着话站起身来 看到黄公伟点头后 便离开了黄公伟的办公室 黄公伟看着被赵长强随手关闭的房门 脑海里却全是赵长强刚才说话的表情 那一刻 赵长强一点都不像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倒像一个浣海沉浮多年的老油条 黄公伟的嘴角忽然露出一丝笑容 他真的很难期待赵长强将要怎么搞定 祥云村那些工厂主 在他看来 那些人可是比老鹤头难搞定得多 祥云村的五天照等人听说 祥云村城改工程饶了一圈后 又落到了赵长强手中 心中不禁有些发慌 于是一帮工厂主全都集中到了五天照的家里 共商抗照大计 这些家伙心中都门清 只要赵长强上台 他是绝对不会履行 他们和杨立伟签订的那份补偿合同的赵长强 肯定得搞事 这是五天照等人给赵长强的结论 五天照已经在青云县南开发区盖了新厂房 所有的机械设备都已经搬了过来 厂子也已经正式开始生产 除此之外 楚天照还在厂区的一角 盖起了几百平米的办公楼 平时他一家人就住在这里 天照哥 现在赵长强那个孙子 又负责祥云村改造工程了 我们该怎么办啊 水泥玉制快厂的厂长 老胖子五天坤问五天照 什么怎么办 他上任不上任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五天照悠悠地吐出一个烟圈说道 现在五天照的日子过得滋润着呢 五天鹏 五天鹰被抓后 他被推选为了祥云村党支书 虽然祥云村的老街坊 一百个不愿意遮祸当支书 但是 村里选支书 党员才有选举权 而五天鹏 五天鹰在位的时候 发展起来的党员 都是这些小厂长 原因嘛 大家都懂得 祥云村的普通百姓 无法左右村支书的选举 只能让五天照当了支书 而老鹤头只当了村主任 整个祥云村的势力 也彻底被一分为二 一边是支书派 一边是主任派 五天坤听了五天照的话 有些着急地说道 天照哥 赵长强重新管制事 怎么和我们没关系啊 和我们关系大了 他如果不承认 我们和杨立伟签订的合同 要重新和我们签合同怎么办 五天照微微一笑说道 呵呵 天坤 杨立伟虽然现在犯了错误被抓了 但是他以前可是代表政府的 工作组和我们签订的合同 是有法律效力的 他照长强 如果敢废除我们的合同 我们有的是办法 和他斗下去 连姓赫的那帮泥腿子 都有信心抗住政府的压力 死守到底 难道我们还不如他们 五天坤忽然眼睛一亮说道 天照哥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学老鹤头的办法 也进驻祥云村旧址 然后在那里闹事 五天照冲五天坤翻翻白眼 说道 那不叫闹事 那叫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众人恍然大悟 纷乱地说道 对 对 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如果赵长强敢废除我们之前 和杨立伟签订的合同 我们就去祥云村旧址 保护我们的土地 保护我们的家园 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这时 另一个人却忽然忧心忡忡地说道 天照哥 赵长强会不会像当初左立一样 派人晚上去黑我们啊 据说赵长强有一帮死党朋友 都厉害得很 上次左立的人晚上去闹事 就是被赵长强的人忽然感到打跑的 五天照摆摆手说道 嘿嘿 也许以前赵长强这样操作 我们还真没什么办法 但是现在老鹤头之前已经给我们指明了道路 我们还怕什么 如果赵长强真敢晚上派人来黑我们 我们也给他来个视频曝光 呵呵 如果清云县 再出现一次上次那种事情 恐怕倒霉的可就不是一个赵长强了 搞不好连孙光亮和黄公伟都得完蛋 对 这个主意好 我二姨夫就在省报上班 想当当的副社长 如果我们真有了证据 马上给他曝光 我们不但要给他曝光 我们还要到上级去告赵长强 就告他雇佣黑 社会 殴打老百姓 被五天照一提醒 所有人都醒悟过来 纷纷吵嚷起来 既然老鹤头等人能凭借自己的能力 捍卫了自己的权力 保住了以前和赵长强签订的合同 自己一帮人 为什么就不能捍卫 自己和杨立伟签订的合同 难道说 他们这些大老板 还不如那帮你腿子了 在五天照的倡导下 众人七嘴八舌的 又商量出了好多点子 甚至项目像样的 用笔做了记录 然后才离开了五天照的家 然而让五天照等人纳闷的事 赵长强再次接手这个项目后 该干嘛干嘛 根本就没有来找他们 这让五天照等人 有种一拳打在空处的感觉 赵长强接手项目组后 对项目组的人员 进行了大换血 将杨立伟留下的人 几乎换了一遍 然后重新组建专家组 对祥云村进行详细的规划设计 当规划图纸出来后 赵长强马上开始通过竞标的方式 寻找开发商 然而让赵长强想不到的是 由于上一次 城改工程项目组 和辉煌建筑公司 搞暗箱操作 让许多开发商空跑一趟 所以赵长强这一次招标 竟然没有几个人响应 不过这难不倒赵长强 赵长强现在手中不缺的 就是开发商 李若平的独玫瑰集团 王书芳的三强建设 林如海的腾龙建设 都有能力承建这个项目 赵长强一声令下 三家企业马上派出了 精干人马前来竞标 林河省和宁海市 本来还在观望的房地产开发商 看到呼拉一下子 从外地来了这么多大企业 全都沉不住气了 纷纷报名参加竞标 最终经过激烈的角逐 林如海的腾龙建设 在商品房设计上读数一致 独领风骚 最终中标 而一家来自宁海市的 房地产企业 天祥之夜集团 则拍中了回千楼的开发工程 有了开发商之后 各种大型机械 开始逐渐地被运送到工地上 建筑公司的一个个施工队 也陆续来到祥云村 开始施工 一个个面积巨大的地槽被挖开 一台台打装机器 在工地上日夜轰鸣 祥云村旧纸上 到处都是一派繁忙景象 五天赵等人 看着整天忙得热火朝天的工地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实在不知道 赵长强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他们可不相信 赵长强会好心到承认那张合同 可是赵长强没来找他们 他们还没有理由去找赵长强 因为项目组从来就没有在任何时候 任何场合说过 要废除他们手中合同的事情 最终 一些小厂长们终于耐不住性子了 他们纷纷再次集合到 五天赵的家中天赵哥 我这几天又眼皮老跳 好像不太对劲啊 赵长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难道他真的打算承认 我们和杨立伟签订的那份合同了 五天坤嘴里叼着烟 吞云吐雾地说道 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啊 这可不是赵长强的行事风格啊 当初我们要这么多的赔偿 主要是为了给杨立伟要出一些好处 现在赵长强重新接手这个项目 我们肯定不会把好处送给他 就算去送给他 他也不一定要 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承认我们和杨立伟签订的合同 这也太诡异了吧 我觉得赵长强这个混蛋 根本就没安好心 他肯定是料定了 如果现在和我们撕毁合同 我们会像老鹤头一样去闹事 让项目无法施工 所以他很可能会等到项目完成后 再和我们摊牌 和我们撕毁合同 到时候项目已经完工 大楼都盖完了 我们就是说什么都晚了 有人说道 嘿嘿 如果赵长强真打算这样干 等大楼盖成后 我们就直接去抢楼房 奶奶的老子直接抢下一个单元 都是老子的 谁和老子争 我批了他 曹 看把你能的 你还去抢楼房呢 到时候门口都有保安 不等你过去 就先把你抓起来扭送到公安局 那怎么办 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赵长强 将大楼盖起来 天照哥 你倒是想个办法 啊 一直在抽烟沉思的五天照 终于说话了 行了 都别吵吵了 我们选几个代表 明天去县政府项目组 去问问赵长强 他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如果赵长强否认那个合同 我们现在就去工地闹事 如果赵长强亲口答应 还是按照我们和杨立伟签订的合同赔偿 我们就慢慢地等待着 反正合同中有规定 等到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会拿到剩下的十万元补偿款 到时候赵长强如果不给 我们就阻挠工程正常施工 五天照说干就干 很快选好了五名代表 赶到了祥云村城改工程项目组 由于祥云村已经开始施工 所以赵长强已经将项目工作组 搬到了青云县 很多时候赵长强都会在这里亲自坐镇 五天照等人赶到项目组的时候 赵长强恰好待在工作组 对于五天照等人的来意 赵长强早已经成竹在胸 当五天照等人说出他们的疑虑后 赵长强正重向他们表态 项目组将会严格按照 之前杨立伟代表政府和他们签订的和 同办事请大家相信政府相信党 五天照等人听着赵长强冠冕堂皇的话 虽然心中狐疑 但是却说不出其他的话来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 项目组还是严格遵守着和他们签订的 补偿合同的南宫业员的场地早已经划给他们 甚至大部分人都早已经建厂投产了 大家都是小厂子 传销好掉头 用水泥快垒 弃一个院子 然后盖几间厂房 把原来的设备拉过去就能投产 从搬迁到投产总共也用不了五天的时间 补偿款 他们已经按照合同拿到了十万 剩下的十万要等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项目组才能兑现 而三套房子更是需要等大楼盖成之后 项目组才能兑现 所以 五天赵等人要想这时候找赵长强的毛病 还真找不到 赵副县长 眼看这工程很快就要完成一半 到时候 您可不能拖欠我们剩下的那十万块钱啊 五天赵眼神 有些闪烁地看着赵长强的旁边说道 虽然这家伙在祥云村算是好人物 但是在赵长强面前 却连证实他的勇气都没有 赵长强心中 其实非常痛恨五天赵这个人 李二旦叔叔的死 这家伙也有份 只不过 由于他不是主谋 只是从犯 所以 没有受到重判而已 但是此刻赵长强虽然心中看着五天赵非常不爽 嘴里 却笑呵呵地 对五天赵等人说道 大家放心吧 我代表祥云村成改工程项目组 给大家表个态 我们一定会严格履行和大家签订的赔偿协议 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 谁要是敢在赔偿问题上打主意 我赵长强第一个不答应 五天赵等人听着赵长强郑重的承诺 虽然心中觉得怪怪的 好像总是哪里不对劲 却也不好再说什么 最后只能满心疑虑地离开了 打算等过一段时间 工程进行到一半时 再来找赵长强 县长黄公伟知道赵长强所做的一切的后 心中同样感到疑惑 于是他又把赵长强喊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赵长强同志 你真的地打算和祥云村的那些小厂长们 履行那份合同 黄公伟的县长办公室 黄公伟扔给赵长强一根烟 然后才说道 在赵长强面前 他根本端不起县长的架子 赵长强随手接住黄公伟扔过来的烟 点燃 然后说道 黄县长 当初可是你让我遵守这份合同的 怎么 现在又想反悔了 黄公伟一阵头大 当初他是让赵长强 不要公开废除那份合同 可是也没有让赵长强 百分百地执行那份合同啊 如果按那份合同执行 现财政根本拿不出去那么多的补偿金 不过黄公伟也有对付赵长强的办法 他呵呵一笑 对赵长强说道 赵长强同志 你怎样操作 按说我不应该插手 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 千万不要和那些人搞托 自觉 事情托下去 只能掩盖矛盾 却无法解决矛盾 到时候 一旦矛盾爆发 可能谁都收拾不了 赵长强嘿嘿一笑说道 嘿嘿 黄县长 你好像误会我了 我是真打算百分百实打实的 按照合同办事 根本就没想到 什么托不托的 黄公伟看着赵长强 好像老狐狸一样的笑容 越发有些看不懂赵长强 到底想干什么了 于是也微微一笑 说道 好吧 赵长强同志 你如何操作这件事 我不会再干涉 但是 再有一周左右 工程就进行了一半了 按照当初杨立伟和五天赵等人签订的合同 项目组应该支付他们剩下的补偿款了 这笔钱总共有三百多万吧 三百八十万 赵长强点点头说道 我可事先声明啊 最近现财政紧张 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来 所以 这笔钱你 只能自己想办法 黄公伟先把赵 长强的嘴堵上了 放心吧 我有办法 赵长强自信满满地说道 赵长强离开黄公伟办公室后 马上联系到了青云县地税局的局长张瑞丰 让他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一趟 赵长强虽然现在只是常务副县长 但是手中权力可是大得很 再加上许多人都知道他在宁海市有人 所以没有人敢不听他的话 张瑞丰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到了赵长强办公室 当张瑞丰听完赵长强吩咐自己的任务后 马上皱着眉头说道 赵副县长 不是我张瑞丰偷懒 你这个任务我实在完不成啊 赵长强眉毛一条 锐利的目光扫向张瑞丰 口中却什么都没说 张瑞丰看到赵长强刀子一样的眼神 不自觉地吓一跳 连忙说道 赵副县长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局就只有三个税务稽查小组 每个小组四个人 而祥云村搬迁到南开发区的小企业 有近四十家 你让我们在两天之内清查他们的账目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吗 这家伙说完后 又小心地看看赵长强 补充一句 这真的有些强人所难了 心中却开始嘀咕 土匪县长就是土匪县长 根本不懂税务工作 这不就是瞎指挥吗 赵长强一愣 他对税务工作还真不熟悉 听张瑞丰一说 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好高骛远了 但是自己的目的必须达到 于是赵长强想了一下 说道 好吧 人手不够是吧 我给你家人手 并且全部是税务精英 工资不用你们管 你们只管饭就行 这样总行了吧 赵长强说着话 也不等张瑞丰回答 马上将电话拨到了 林河省常务副省长 吴英雄的私人手机上 吴英雄是个非常爱才的人 自从赵庄纳辞签约一事后 吴英雄便对赵长强大为欣赏 将自己的私人联系方式 告诉了赵长强为 吴叔叔 我是小赵啊 我想请你帮个忙 啊 是这么回事 我们这边需要一次性清查 三十几个民办企业的账目 但是我们税务部门的人手不够 想请省里支援一下 电话接通后 赵长强简单地将这边的情况 告诉了吴英雄 吴英雄并没有直接答应赵长强 而是答应让他的秘书 过问一下此事 待会儿 他的秘书会给赵长强回信 县地税局长张瑞丰 看到赵长强打电话 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是心里还是有些不屑的 就算赵长强有能量 上面有人 他又能找来多少人帮忙 再说了 税务系统基本是上下垂直管理的 和政府系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他有些不相信 赵长强的手能伸到税务系统 张瑞丰正在想心事 赵长强电话响了 赵长强接完电话后 笑呵呵地对张瑞丰说道 张局长 这下你不用担心人手不够了 省地税局将会从全省各地 抽掉100名地税精英干部 并且由宁海市地税局副局长亲自带队 帮助你们完成我刚才交给你们的任务 这下你有信心了吧 张瑞丰吓一大跳 他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知道赵长强厉害 知道赵长强牛逼 可是没想到会牛插到这种程度 竟然连省局的人都请得动 从全省各地抽掉100多名税务精英 这可是大动作呀 张瑞丰片刻地愣神之后 马上兴奋起来 这一次可是宁海市地税局的副局长亲自带队 如果自己表现得好 进入了领导的法眼 说不定以后还能往上爬爬呢 你到底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赵长强看着有些发呆的张瑞丰 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 有 有 赵副县长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这些厂子就算坑了国家一毛钱 这回我也要给他追回来 张瑞丰这才醒悟过来 激动地说道 赵长强满意地点点头 说道 嗯 好好干 打个漂亮仗 这也是你们地税局的政绩嘛 哦 人有点多 一定要把后勤工作准备好 不要慢带了这些来自其他地方的同事 明白 明白 赵副县长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先回去准备了 张瑞丰起身说道 得到赵长强的允许后 快速离开了赵长强的办公室 五天赵等人那天 虽然得到了赵长强郑重表态 但是他们总感到 赵长强好像在和他们耍什么阴谋 他们料定到了时间后 赵长强不可能会痛快地 将剩下的补偿款交给他们 于是这几天 这帮家伙闲着没事就凑到一起 商量怎样对付赵长强 怎样让工程停下来 逼迫赵长强履行合同 可是 当他们擦拳魔掌 准备和赵长强大干一场的时候 他们的厂子却迎来了税务稽查人员 这些人到来后 立刻让人封存了所有账本 然后当场开始审核各种账目 这些小厂长们 看着身穿税务制服 一脸严肃 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 先是一愣 然后反应 各不相同 许多人都想尽办法阻挠税务人员工作 只有极少数厂子 配合工作人员的审核 有反应激烈的小老板 甚至想武力威胁这些税务干部 但是赵长强早已经料到了这一点 他让县公安局长王浩 直接将县局治安大队 开到了南开发区 警车 救护车一应俱全 哪里有情况 就往哪里冲 当警察一连将三个厂子的老板和员工 总共十几个人抓起来送到警局后 剩下的人全都老实了 他们再也不敢不配合税务人员工作了 在吴英雄的指导下 省地税局直接将这次行动 当成大练兵 大比武了 凡是过来帮忙的税务人员 全部都是各个地方的精英人才 各种业务流程非常的纯熟 账目中任何毛病 几乎都难逃他们的法眼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祥云村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小场子 几乎全军覆没 没有一个不存在偷税漏税现象的 哎 清云县地税局长张瑞丰亲自带队 挨家挨户下通知 要求补足以前的偷税额 并且缴纳罚款金 情节严重地直接移交司法部门立案处理 最让人惊讶的是 竟然有三成的厂子连经营许可证都没有 赵长强得到这个消息后 马上让有关部门查封这些没有经营许可证的厂子 同时宣布 收回他们在南开发区的厂房占地 同时 因为他们的厂子本来就不合法 而他们却利用这不合法的厂子和政府签订补偿合同 所以 以前他们和杨立伟签订的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 他们必须和项目组重新签订补偿协议 99 16 1